第十四題 阿凱在李化老師的帶領下把點燃的鈉帶放進二氧化碳機器瓶中 發現鈉會繼續燃燒 反應後屏蔽則有黑色的斑點附著 試問下列敘述哪一項是錯誤的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了 鈉可以在二氧化碳裡面燃燒 所以當然不適合用二氧化碳面火器來滅火 因為你噴了二氧化碳之後它還是會繼續的燒 所以呢我們的選項株的說法是對的 然後我們同時看到選項A的反應 這個鈉加上二氧化碳產生氧化鈉跟碳 看起來是對的 然後前面有四個鈉 後面也四個鈉 前面有一個碳 後面有一個碳 前面有兩個氧 後面也有兩個氧 所以平衡也平衡好了 所以這個方程式應該也是對的 那麼因為會產生了碳 漢就是黑色的 所以屏蔽中的黑色的斑點是碳粒 這個敘述也是對的 那麼鈉是個氧化劑 我們知道氧化劑是 使別人氧化 使別人氧化而自己是還原 而我們看到了這裡的鈉得到了氧 所以鈉本身發生的是氧化還原 氧化反應它使別人還原 所以它應該叫做還原劑 所以選項B說這個鈉是氧化劑是錯的 它應該是所謂的還原劑 所以第14題問我們何者敘述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在這反應中鈉為氧化劑是錯的 它應該是當作所謂的還原劑 當作為氧化劑是打的